5月6日九时许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 上海仲裁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范明超一早便来申请赴港澳人才签注 得知范明超当天急需赴港参加第26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双年会 出入境窗口民警为其办理了加急手续 不到半小时 范明超便拿到了一年多次有效的赴港澳人才签注 整个新政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法律工作人员来说 对于更多的专业人士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原先七天的话其实工作是来不及完成的 尤其是像仲裁的开庭正常情况下七天通常是不够的 现在这样的政策随时能够过去 并且到了那边能够用30天的时间去完成我们的工作的话 对于整个案件的妥善的有效的完整的处理会有很大的帮助 据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方面表示 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外签发的首张赴港澳人才签注 据了解 为服务促进高水平多月开放 进一步便利内地人员出入境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4年5月6日起 实施若干便明立起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 在上海工作的杰出人才 科研人才 文教人才 卫健人才 法律人才 以及管理人才等六类人才 可以凭有关人才证明 单独或者同时申请办理有效期一至五年不等的多次赴香港和赴澳门人才签注 每次在香港或者澳门停留不超过30天 我们主动和市人才主管部门 包括相关的维办局 军事地阶 建立了白名单和直通的制度 有效覆盖了在上海的科学院所 高等院校 医德机构 包括那些创新产业等行业 传视各个出境接待大庭都可以设立人才签注 当日上午 记者在现场看到 已有科创企业组织十余名专业技术人才组团申办赴港澳人才签注 同日起 内地居民申办赴香港澳门商务签注 也可以在中国内地任意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窗口提交申请 记者看到 在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二楼的智能签注设备 已新增了赴港澳多次商务签注功能 这次我是来办了那个商务的签注 那之前的话 商务签注是不能在机器上自助办理的 这次直接可以在机器上自助办理 那前提是公司需要做一个备案 那相对之前的变化来说呢 时间更长了 由原来的七天到了十四天 那对于公司因为公务出差的员工来说 这样子是会更加便利和方便了 据介绍 除了服务高层次人才 便利护港澳商务往来等政策措施外 根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公告 上海作为试点城市之一 还启动先行先市部分出入境证件全程网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